Hello,大家好,又是我們H&N 今天我們又來做一集一個歌聲的比較 就是我們之前做了幾集 就是同一歌手唱同一首歌 但是在不同時期 那麼聽一下 一個歌手其實雖然是同一首歌 但是會不會出現年紀的增長 時代變化呢 那麼他唱呢 也都唱得不同 那麼今天呢 作為歌手呢 其實是你的request來的 那是誰來的呢 是啊 因為呢 我們之前做了幾集 都是做一些高音人 就是男高音、女高音 那樣 我就說是沒有一些低音的呢 那麼我就想起一個 比較有代表性的歌手 他的名字有些難度 叫做Khwarotovsky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來講是誰了 其實就是俄羅斯的一位很出名的歌手 但是呢 很不幸 其實幾年前就過了一生 但是呢 我可以說他一出 就是他的愛形啊 其實都很難吃 就是不單是唱歌當然是厲害的 我們可以選擇的 但是他也是唱的造型 就是一頭 白髮 白髮 我經常都形容他的銀郎 那樣的一個造型 我真的想說 就是 白頭髮 戴白頭髮 戴白頭髮也很帥 很帥 很帥 對 他絕對是代表的人物 我們今天選擇 聽的歌 亦都是大家很意識能趣 亦都是 我想每一個 都一定會唱的 對 就是 這首歌 最有名的歌 叫做 Lago Afatatum 我們就馬上聽聽 這個 是一個 1990年的版本 嗯 其實他 成名 就是1989年 唱 Cardiff 那個 歌手 贏了 歌手 也只有 歌手 如果 有 歌手 唱 歌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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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明顯 很多時候在男中音 有一個很通病 就是收到很厚的聲音 他完全是 很讚 還有一些怎樣可以進步呢 我們來聽聽 接下來是他1998年 36歲的一個recording 聽聽是怎樣 八年之後 張製合 好 好 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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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36歲了 你又覺得怎樣呢 聲音有不同 是成熟了一點 沒有那麼聽話 聲音有多了少許 richness 演繹上也有一點不同 或者再玩一點 你剛才說了再快一點 但我反而覺得是變速之前 變速就再快一點 但其實之前我反而開始 感覺到那種輕鬆 那種輕鬆 沒有剛才的版本 所有的都配合 這個真的有更多的 contrast 之前可能就更重溶 去後面再加快一點 所以那個concent更加大 還是更加玩東西 對 最後已經是下多第一 玩一玩 再很厲害的東西 又多了很多 對 他的咬字非常之好 非常之好 那其實一開始已經很厲害了 即是聽剛才那種 對 因為剛才忘記了說 我就覺得他的咬字真的很厲害 我想這首歌也有其中一個挑戰 就是咬字 快 對 咬字 也要準 準得來是有語氣的 是 即是我覺得有時候 讀對跟有語氣 是還有一個更大的 他有一段 對 這個更多 是啊 剛才的recording沒有這樣 第一次是沒有的 八年前唱就 都清楚的 但變了語氣沒有那麼強 剛才這個語氣再強一點 還有有彈性 對 不是 對 對 對 所以聽到就很輕鬆 對 輕鬆又舒服 厲害 所以 是不是要聽這個呢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好 接著我們最後一個recording 再去後一點點 2005年 他就43歲 嗯 那我們再聽聽 有沒有再成熟一點 就是 已經是差不多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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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大分別啦 一開始那個tempo已經是慢了很多 這個就真的好像我剛才一開始說 那種重複融的狀態那個演繹 他真的啦 他的聲音又再成熟一點 但他成熟得來 是能保持到那個明顯的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為何是最高級的聲音 就是不是越老越低 他低得來是你還聽到那個 那個很明顯的聲音 所以是很厲害的 很好聽 當然我也相信 也因為他的時間 始終開始有一番年多 他也跟他唱的表演可能有關係 就是已經 我覺得他也唱不回 我們剛才是1990年那時候 二十幾歲的時候 是的 你真的感覺到 哇 即是時日的影響 即是那種很衝動的 很衝勁的一個演繹 還有他去到這個 其實我開始 我老想像他是唱的 Scarpia那樣子 哈哈哈 即是真的那種很有威嚴 其實你也聽到是有那種格 他已經不是Figaro一個Servant 是Figaro一個 一個 都不是阿爺的 即是 他是Duke 是的 即是被人Servant那個 就不是他 我什麼都可以的 那些 少了那種 即是那種 那種 那種 怎麼說呢 很 簡單的來說 很忙 很亂 即是年紀大了做老闆 是 老闆款 就是 即是那時候小時候 年輕一點 很多衝勁的做 這樣做 很大的升職 那時候不用做 包括一些年輕人做 那種 是的 但我想問一下 三個Version 你就最 你會 如果三個要你選擇 你最喜歡哪一個 你會選擇哪一個 嗯 會選擇哪一個 即是無論 聲音演繹 各方面 我想我 比較喜歡中間那個 嗯 為什麼呢 那 對了 即他又 又 玩東西得來 又 還保持到那種 即 即 因為這個角色 我覺得是 不是 不是老闆 哈哈 他還未是老闆 即是他聰明那個老闆 但他未是老闆的 即是他有一點點 revolutionary 對 對 對 所以是一些很聰明的 一個servant 這樣的東西 那 嗯 他幫過 那個 duke 或者count 去想很多辦法 所以 這個角色 應該是精靈一點的 嗯 但老闆就 對 too stately 就不太對 我都會選中間那個 就是 就是 正如你所說 即是 即是 角色上的確是要再玩一些的 嗯 他去到這個變成Scarpia 這樣的 的figure 的確是 即不是最好的演繹 當然 聲音 wise 即是他有 維持了在 是的 即是我也會喜歡有衝勁 還有即 真的第二個那個 是多一點變化 是的 還有因為又有一點點不公平 第一個 recording 他有一點點浮 即是我想他收音 即是 即是1990年 還有去到2025年 是的 2050年他本身 就算大家聽到 他都聽到錄音 Quality已經有分別 是的 即是不計收音那些東西 Quality上是有分別的 是的 但是收音 即是剛才你第一個 recording 中間有一些音 有一幾句 只是聽不到的 他好像可以做過 還是零零零零零零 是的 所以就 都有點不公平 所以我 推薦第二個錄音 今天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當然如果大家有哪一個歌手 你們很有興趣想聽 或者是哪一首歌 你想聽比較 不妨在下面留言 當然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